为了推广蔬食环保 在立委马文君牵线下 中华养生蔬食协会号召伙伴 到普里义文中心旁广场 办理扭转心机蔬食市集的活动 薛仲勋表示 希望借由市集的举办 让普里镇的民众 有机会品尝不一样的蔬食料理 进而让蔬食的观念得到推广 普里这边也比较少有这样的蔬食市集 然后所以看有没有机会 来这边促成这么一场 所以也因为这样 然后把一些中部跟南部的店家 全部一起找过来 让我们中部 然后普里这边的居民 然后可以一起品尝一下 不一样的蔬食美食 本身我们知道普里是一个 蔬食友善的一个 很有善的一个城市 那普里今天办这个蔬食的一个市集 对我们来说 我们正为在南部的人 当然想要力挺他 因为我们本身也是一个蔬食者 那我们想要在蔬食这个区块 也向尽一份心力 先远林方语表示 为了身体健康 吃蔬食也是一种选择 希望这样的市集 能够成为常态性的市集 让普里继续的乡亲们 有时间都能够到此来品尝 当然多吃蔬菜 对我们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 也希望说这个市集 能够成为一个常态性的市集 提供给我们在地还有外地的这些游客们 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景点 一个市集的点 来这边逛一逛 看一看 在艺文中心旁边 真的也是蛮享受的 蛮轻松的 先远陈一军表示 这次的市集有许多食品 是其他蔬食市集所没有的种类 因此也希望 有机会大家都能来品尝看看 并且若是蔬食选择性较多 对于蔬食的推广 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希望蔬食料理 能够开发更多元的菜色 让大家都能够吃到 营养又健康的蔬食料理 那今天呢 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不一样的 那个摊商上来 比如说有那个五酒精的啤酒 然后呢 还有我们小时候很怀念的 那个库家茶 这个都是之前 我们比较没有吃过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想慢慢的 如果把这个蔬食呢 能够做到就是说 你可以吃到荤食里面 有的所有的东西 那我相信呢 会有更多人可以选择这种 营养健康又低态的蔬食 副一长盘选 肯定主办单位的用心 也鼓励民众 有机会都能够来品尝蔬食料理 做体内环保 让身体更健康 记者陈文一 普理采访报道